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 也都非常担心 明年 玛雅人 灾难的雨 说明年12月21日 萤火对齐 这是一个自然的天象 年万多年才有一次 给我们碰上了 萤火系的中心 是个黑洞 很大的黑洞 引力非常强 萤火的中心 当中是太阳 再是地球 排斥一条直线 产生 恒大的引力 科学家担心的 是这个地 这个太空当中 银河中心的引力 会引发太阳 风暴 太阳风暴的周期 我们知道 是一年 有一次 风暴非常强大 过去 过去 这个观察 太阳风暴 爆发 到地球 大概要三天的时间 会影响地球 但是 曾经游过一次 半个小时 就到达了 那明年的时候 这个 这个黑洞 这个引力 也就麻烦了 最小的灾害 是我们太空当中 人造温馨 全部 都会消失 我们的通信 飞机的这个航路 航海的 都会失灵 那么最怕的 是怕这个 引力 影响地球的 南北极 那怕的是 南北极 产生变化 那整个地球上的 气候 就产生 巨大的变化 这个影响非常大 如果 南北极 要是跑到现在 迟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就 我们就知道 所有一些生物 生存 就不适应了 寒带的动植物 它冷却热了 生物消灭 热带的这些 生物 突然冰冷了 它也消失了 这个会造成地球上 非常大的灾难 科学家告诉我们 这是一半一半 一半科学家认为可能 另外一半科学家认为不太可能 有这么两种说法 时间非常紧迫 越来越接近 我们看看明年 12月 会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 可是现在 我们就今年 来看每一个月的灾难 频率 越越上升 我们知道 三四月 全球重大的灾难 大概 五十七 可是到了 八月 九月 每一个月 超过 年半 差不多 上升了三倍 这不是好现象 灾难 越来越频繁 而且越来越严重 这一段事情 我们要注意 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如何来应对 美国布莱登告诉我们 应对在那 他希望地球上的居民 都能够 弃卧阳山 改邪归正 端正心念 这个道理 就是 意念 可以控制物质现象 如果真的 我们回过头来 佛法讲 断卧修山 盖卧归正 那端正心念 最好的方法 就是阿弥陀佛 那心里是阿弥陀佛 出阿弥陀佛 这什么都没有 端正当中的端正 究竟圆满的端正 真能化解在那 这些高科学的 他们都认真在研究 念 意念的能量 这个能量非常非常大 地球上没有那么多人回头 我们自己回头 我们自己可以保护自己 用我们的意念保护自己 保护我们周边的人 我们做不到佛菩萨 那么样的专注 专注就是定功 菩萨阿罗汉 他们定功身 那影响力很大了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他们 但是那个定功身一分 影响的范围就大一分 只要我们专注 我们就用念佛这个方法 就用阿弥陀佛这个方法 念念都是阿弥陀 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所有些杂念妄想 全部放下 现在就要开始 累积到明年 这个一年的功德 会产生很大的效果 这个不是假的 对我们修学 有很大很大的帮助